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来爸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给我的这台2008年的Toyota Rifle换刹车片 我们今天要用的工具都在这里 我们要用到一个扭矩的套筒的扳手 然后另外我们要用一个刹车的清洁剂 当然我们要换刹车片 还要一套新的刹车片 那么这套新的刹车片 我是在肯尼电碳买的 总共花了差不多54刀 另外还要用到一个汽车千斤顶 最后还会用到一个叫硅基的润滑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罗姆的固定胶 另外我们还会需要用到这一个 就是活塞还原的还原器 就是说用这个工具能够把那个顶出来的活塞 再给它顶回去 我们先要将这个轮胎拆下来 第一步我们先要用套筒扳手 将轮胎上的五个螺丝先拧松 然后我们要用千斤顶 在车子的这个位置 把车子给顶起来 最后将五颗螺丝完全拧松下来 然后卸掉轮胎 我这辆汽车的刹车系统 是由刹车碟和刹车片卡钳 以及卡钳上的活塞 和那个油压传递系统组成的 将固定带活塞的卡钳的两颗螺丝拧下来 就可以将带活塞的卡钳 与固定刹车片的卡钳分离开来 分别取下已经磨损的 很厉害的内外刹车片 透过和新的刹车片的比较 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到 旧的刹车片的磨损的程度 接下来我们就对刹车碟和卡钳 进行清洁处理 首先用刷子刷掉一些刹车片上的 一些金属的粉尘 必要的时候要喷上一些刹车清洁剂 可以帮助更彻底的清洁刹车系统 现在我们来安装新的刹车片 在刹车片的两端 抹涮一些硅基的润润膏 然后将内外两块新的刹车片 分别钻回到卡钳的固定座上 接下来我们要对活塞卡钳上的滑轨 和金属导拌进行保养 先加金属拌擦干净 然后再涂上硅基润滑膏进行润滑 另外一边的金属导拌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保养 随着刹车片的磨损 卡钳上的活塞会越顶越出来 活塞和卡钳之间的空隙就越来越小 当换上新的刹车片后 这个空隙就没有办法在容纳的下 新的刹车片的厚度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 这个活塞顶合器将突出来的活塞顶回去 那这样子活塞和卡钳的距离 又能够恢复成 能够容纳下两片新的刹车片的厚度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螺钉给它上回去 但是螺钉在上之前呢 要加一个这个叫螺纹固定胶 因为这个位置是刹车 而且震动非常厉害 如果你不加这个螺纹固定胶的话 生怕这个螺钉随着时间的长久 它会震动最后会脱落下来 加一点点螺纹固定胶 这样子它就 它就不会震动 就不会掉出来了 然后就把这个螺钉给它拧回去 它就有什么东西 让它远备 앉奇怪 既然間ころçi 你们现在翻离了 可以 这个板子 解塔 好 对 噢 然后 下面這個也要塗一點螺紋的固定膠 這樣擰進去就比較安全了 現在就把輪胎給裝回去 接下來就要用這個扭矩扳手 把它調到76磅 我現在這個就是76磅 看到了 好 聽到這個聲音就是76段 最後還要檢查一下煞車油 就是這個位置的煞車油 看一下它的頁面是不是過多還是過少 那麼如果是頁面 一般情況下它是會比正常的最大值會高出一些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大家可以用這樣一個 就是針筒來把它抽掉一點 然後把它的頁面恢復到 正常值就是最大值這裡 那麼這個大家也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 因為在活塞頂回去的時候 它的頁面會有所增加 好嘞到此為止 煞車片就換好了 那麼 另外換完煞車片以後 第一次就是開出去的時候 要把煞車 要把煞車多踩幾下 踩到底 然後讓它的煞車的那個狀態 就是煞車片兩邊 它能夠恢復到正常的 就是狀態 那麼這樣子駕駛出去就是安全了 我今天是換的是 就是汽車的 就是Toyota Rifle的 2008年的 後胎的 一個煞車片的一個換方法 那麼其實 前面前輪和後輪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它其實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前輪的煞車片更加寬一點 更加長一點 但是 後輪的煞車片更短一些 那麼其實換的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樣的 好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樣的 這種DIY的 這種分享視頻的話 也麻煩給我點個贊 如果希望看到我今後的視頻的話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的更新 好的 謝謝大家 那麼我們就下次視頻再見 拜拜 好 給我 好